我現在覺得 現在柯文哲不是重判清理 他是父輩受敵 剛剛看到 黃三三為什麼在這個時刻 趕快要把你的老婆帶回家 帶離開 帶離開 帶離開是好運還是壞運 我不知道問號 另外一個是 你現在民眾黨最重要的雙黃 一個黃三三 我覺得是一個大問號 另外一個是 這個是黃骨湯 他在接到什麼 這個時刻就是 這個時刻就是柯文哲 被羈押禁見宣判的時刻 你看到沒有 整個洗刑雨色 那洗刑雨色演不了了以後 他就講 我們現在要處於戰鬥狀態 還說阿伯被收押人民不接受 我今天下午就是在看 這個錢宣這個節目你知道嗎 起先看了兩個人在講話 因為我對黃國聰今天的反應 我特別在關心注意 結果聽他講得洋洋傻傻的 講得大言垮垮 那時候他不知道 他沒有接到消息 後來我過了五分鐘 叫回頭一看說 怎麼跑的 是一個人了你知道 跑掉了 我特別 節目結束之後 打電話給主持人 我說宜君怎麼回事 怎麼兩個人變一個人 他說他接到緊急通知 要回去主持開會 而且是喜刑雨色 不 我要講完就是說 你連一個做完節目 要泰山崩子前面不改色 是一個作為領導者的一個 基本的修養 我要是這種人碰到這種大事來的時候 就等節目做完 半條絲理的到黨部召集會議 就有一個泱泱大肚 結果像個小偷一樣 翹頭了 跑掉 然後到黨部講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明天要召開擴大會議 然後這個事情 人民不能接受 人民不能接受 誰是你啊 你哪位啊你啊 你代表人民嗎 人民不能接受 你跟貪污犯為伍 你是什麼貨色啊對不對 黃國昌是個什麼貨色 黃國昌就是求真民調 幕後的這個支持者嘛 是喔 我跟你講 現在這個民眾黨會團滅你知道吧 會團滅 為什麼團滅 邱柯 沒有用 我告訴你問題 因為北檢的後續調查 會把他的假葬的案子 持續調查 假葬案子當時有很多共犯 同時執行這整個 用假民調加藍白盒 一手騙票一手騙錢嘛 那這個遊戲裡面 整個詐欺的過程裡面 黃國昌有沒有犯 真的假的 我問你很簡單嘛 我問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嘛 所以是順藤摸掛全部抓起來 當然是嘛 你認為賴新的會放過他們 任何一個人嗎 不會嗎 因為他這個人會變怎麼樣 他已經在立法院 他望至尊大 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的金糧 你知道嗎 他八旗立委有個鳥用 國民黨談完八旗變廢票嘛 就那麼簡單嘛 談辛苦一點而已 然後柯文哲跟國民黨打交道 跟韓國瑜打交道比較輕鬆 還是喜歡跟他打交道 柯文哲跟曉夫打交道比較輕鬆 還是跟他打交道 他是個屁 黃國昌是個屁 從頭到尾在台灣就是個屁 這個屁就是把一陣風的吹閃掉了 他沒有用 他能夠帶他 再來講 我想很簡單 他有什麼選項我告訴你 他只有一個選項 他當小籃籃嘛 跟著國民黨走嘛 那會變怎麼樣 他對手是誰 他對手是賴清德 賴清德非要他命不可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